大家好,我是强强 今天聊一部1996年的电影《桃源镇》 铁锤回来了,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铁匠铺的铁锤从县城回来的消息 一晚上的功夫便传遍了这个不大的镇子 按理来说这人来人往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和铁锤的情况却有些不同 镇上的人都知道 去年铁匠铺关门完全是因为铁锤得罪了黄镇长夫人 如今他带着徒弟大摇大摆地回来 还逢人就说黄镇长被可莉调查了 这是老兽性吃皮霜活够了吗 在大家心中,这镇上得罪谁都行 但黄镇长两口子却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镇长黄世忠,凭借着四清时和县长同吃同住的关系 稳稳连任了两届镇长,这不今年是第三个人期 凭着丈夫黄世忠的关系,马燕凤也轻松当选为镇工商所所长兼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 在父母的影响和熏陶下,儿子黄国父去哪家店里吃饭都不给钱 在大家看来,铁锤口中的黄世忠被隔离估计也就是过过随意 谁能让黄镇长隔离,他让全镇人隔离还差不多 封了半年多的铁匠铺的门,再一次打开了 铁锤热情地和众人打着招呼,只不过没人敢和他走得太近 否则传到马燕凤儿朵里,那自己也得跟着倒霉 在大家纷纷下意识地躲开之际,金豆腐金饰棍却悄悄凑了上去 他想知道铁锤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要是黄世忠真被抓了,那自己的损失可就大了 住在乡下的他,每天都需要起早贪黑挑着豆腐坐船到镇上卖 一来一回,船钱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 女儿也长大了,金饰棍不止一次想过再生一个 毕竟女儿再好将来也是别家的人 足足贝贝的金豆腐排便可不能断在自己手上 于是,他连着给黄世忠两口子免费送了半年的豆腐 他希望黄镇长能给批张准胜证,再批块地 这样就能将豆腐坊扩建,家业也能有个传人 当然,能把铁锤被查封的铺子租给自己,那就更完美了 但倘若黄世忠真被抓了 那自己就绝对不能再把豆腐送进黄家小楼 指不定还要被扣上个行贿的帽子 就是这半年的豆腐都打了水瓢了,着实有些可惜 经过盘算,金饰棍决定这几天尽量先躲着点马燕缝 到时候看看黄世忠回不回来再做进一步打算 铁匠铺的重新开门彻底激怒了马燕缝 要知道,半年前可是自己亲自贴的封条 这狗东西连当初的罚款都还没交,竟敢私自把封条撕了 还特意趁自己走到铁匠铺门口他才放鞭炮重新开业 这摆明了就是恶心人,根本没把他放眼里 面对马燕缝的质问,铁锤并不生气 他表示自己并没有抗拒执法 只不过想亲手将罚款交到黄镇帐手里 在铁锤看来,反正黄世忠回不来了 这钱一分都不用交 再说了,也没法交不是? 只要交了第一次,那马上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只要自己不走,这钱永远也交不完 骂了黄世忠就要罚款,天底下还有王法吗? 看着操起了家伙的铁锤,马燕缝只能先行离开 哼,等我们家老黄从县里看完会回来再收拾你 这一幕,落到大家眼中就变得不一样了 镇上人都知道,半年前铁匠铺被封 完全是因为马燕缝 他想将铁匠铺做给自己弟弟开修理厂 说到这事吧,大家心里也有些不迟 这铁匠铺本就是农机局的 一直以来也都是入不敷出 连员工工资都挣不出来 自从做给铁锤之后,情况才变得好转了起来 靠着一手打铁和修理农机的绝活 铁锤硬生生地将那铺子给盘活了 如今马燕缝看得眼红 又想用罚款将铁锤挤走,把铺子收回去 这事办得的确不地道 对于马燕缝,大家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谁家都保不起有个事求到人家 在众人心中,铁锤今天的举动 算是狠狠地帮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估摸着马燕缝以后也能收敛点 可狗是改不了吃似的 在铁匠铺门口受了一肚子气的马燕缝 转身便来到了集市上 他决定逮几个倒霉蛋消消气 咦,这儿有一个野生的老农在卖竹笋 他怎么知道我想吃竹笋去去火 将老农的竹笋悉数没收 并顺带骂了金氏棍几句后 马燕缝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金氏棍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糟糕过 自己只不过问了马燕缝一句 黄镇长什么时候回来 就被像教训儿子一样 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 这还不算 就连开茶楼的王寡妇都欺负起自己来了 要知道 这金豆腐可不是白叫的 除了今天 自己从来就没有卖不出去豆腐的时候 金氏棍想不明白 为什么王寡妇的侄女 玉泉镇的豆腐西施 要特意跑十几里山路到桃园镇来卖豆腐 要说这不是王寡妇出的主意 打死他都不信 不是他出的 他侄女能出台 刚好比自己早一个小时 卖的也刚好比自己便宜一毛 看着前来兴师问罪的金氏棍 王寡妇拿出了和侄女一样的说法 现在是市场经济 做买卖看的是大家满不满意 就好比铁匠铺 农机局开的时候就没人过去修东西 喝到了铁锤手里就变了个样 你要是豆腐卖的物美价廉 那我侄女也抢不走你的生意不是 人倒霉起来 喝口凉水都塞牙 被王寡妇搞得一肚子火的金氏棍 转头又看到茶楼里正在对着众人 大谈特谈黄镇长贪污受贿的铁锤 坐下来听了几分钟 金氏棍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他要赶紧回家 跟婆娘商量一下 毕竟铁锤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黄镇长因为贪污公款盖小楼 被人告到了县里 所以才被拿下了 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马燕凤耳朵里 第一时间来到茶楼的他 希望王寡妇能迷途知返 当然 要是能作证证明铁锤在这儿造过窑 就再耗不过了 他侄女也可以接着在这儿卖豆腐 否则就与跨镇卖货没有报备为名进行罚款 至于丈夫被抓 马燕凤并没当回事 在他看来 无非就是这些听传师们博人眼球而已 见堂塞不过 王寡妇只好点头答应 花开两朵各表一致 回了家的金石棍 正烦躁地和老婆商量着对策 对于今天蹦出来的豆腐稀施 金石棍快要恨死了 本来打算用豆腐换块地再添个儿子 可如今估计只能换成把他赶走了 可不管是换地天丁还是赶走竞争者 都少不了求到马燕凤头上 可如今黄镇长据说又被撸了 这可如何是好 至于老婆提出的降价 金石棍打死也不同意 一块豆腐少挣一毛 一天就少挣好几块钱 一年加起来好几千呢 商量了半天 金石棍还是决定采纳老婆的意见 提瓶酒去四叔公家探探口风 要说这四叔公 那可是桃园镇里的大人物 早年在文革委员会的招待所干过接待员 后面又在省政府澡堂当过搓澡工 他接触过的人和事 恐怕比全镇的人加起来都要多 别的不说 能在文革以及各种运动中全身而退的 哪个不是能听声变味的人精 得知金石棍的来由 四叔公放下了手中的人民日报 收起酒 随后热情地向金石棍解释了起来 在四叔公的观点中 黄镇长即便真的被隔离审查了 也是证据不足的 否则直接就关起来了 不过也不好说 铁锤师徒俩在县城里同样开了个铁匠铺 没点消息渠道也不太可能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前妻当个墙头草 不管挂什么风 跟着风摇摆就行 谁也不得罪 等后期谁赢了 就立场鲜明地站到谁那边 这就是双赢 反正不管谁赢 你都跟着赢 高 实在是高 谢别四叔公 金石棍决定做两手准备 一边继续给黄家小楼送豆腐 另一边则向铁锤卖个好 让他帮忙打把炸草刀 就像是商量好的 全镇的菜刀突然都坏了 大家谁都不傻 闹事和起哄没人敢干 但事个好还是没问题的 再说了 就允许他金石棍自己双赢 别人就不行了 不但要双赢 还要赢麻了呢 全镇的人还没麻 金石棍倒先麻了起来 在他眼皮底下 铁锤被派出所的警察 以造谣的罪名带走了 而自己前来示好 正好落到了马燕凤眼中 不过这倒也痛快 金石棍摇摆不定的心 终于可以放下了 毕竟派出所都已实际行动辟谣了 自己的诉求 还是得指望着黄家夫妻 这豆腐呢 还得接着送 什么他妈的市场经济 骗鬼去吧 在黄之中夫妻的领导下 手艺人也没活路啊 在桃园镇 你或许永远都不知道 事情何时结束 但你总会知道 事情何时开始 在辟谣之后 看着隔天就被放出来的铁锤 马燕凤和金石棍都蒙了 马燕凤心里 恨死派出所录所长了 自己昨天才亲自下桌 给他做的下酒菜 今天就转眼不认人了 非但没把铁锤 关到老黄回来 还私自把他给放了 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金石棍子懊悔不已 妈的 中了鬼子的奸计了 这下双赢不了了 其实 在桃园镇上 没有人能免俗 不仅村民们 就连派出所 都逃不过双赢二字 在一大早 给和黄镇长 同济县城开会的 赵书记打过电话后 就知道铁锤所言非虚 这没理由地抓人 还关了一夜 自己都要好话说尽 哪还有心思 去通知马燕凤 既然黄世忠被隔离了 与其去天马上就要 昨日黄花的镇长夫人的臭脸 还不如多给铁锤 说几句好话 省得到时候 他再告派出所 非法抓人 再者说了 前天上午黄世忠被抓 晚上铁锤师徒俩就回来了 这样没点消息门路 谁信呢 为了弥补 战队上的错误 金石棍再一次 找到了四叔公 他希望四叔公能牵线搭桥 自己请铁锤喝顿酒赔个不是 镇上都是些什么人 金石棍心里门清 文革时哪个不是 剑锋使舵落井下石的好手 什么三反三开四不清 投机反党反革命 那罪名多了去了 他可不想成为 皇家夫妻的孝子贤孙 接受了四叔公的提议 金石棍张罗基来 唱围谷的事了 按照四叔公的意思 铁锤他就好这个 接着唱戏 之前不管有多少误会 说说唱唱也就解开了 都相立相亲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嘛 四叔公的智慧 可远不止这些 随后 面对一改常态 前来拜访的马燕凤 他第一时间 就判断出调查组来了 本着多灾花 少中次的原则 他表示 调查组不过是 前来调查证据 有了证据才可以抓人 在四叔公的观点中 黄镇长是有水平殿 做出的成绩 大家是有木工赌殿 他只不过是犯了一个 所有党员干部 都会犯的错误嘛 不能阴阅费时不是 看着四叔公的背影 马燕凤狠狠地骂了 句老狐狸 因为老家伙 借记有事离开了 不过 老家伙还是给他 指了条明路 想要没事 让调查组 找不到证据不就行了 想到此 马燕凤提着的心 又放了下来 可四叔公不同 村民们可坐不住了 调查组已经住进来了 黄之中下台 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 再不出手 可就报销不了了 于是 大家纷纷套出了账单 争先恐后地 送到了铁匠铺 让铁锤 把这些年黄家夫妻 吃拿卡要的证据 递给调查组 金石棍也没闲着 一边嘱咐闺女 以后别和黄国夫一起玩了 一边又将这些年来 免费给黄家小楼 送豆腐的账单 交给了铁锤 在金石棍看来 黄之中下台 不过是迟早的事 既然你没攻击性了 那我可就要攻击你了 硬气没坚持半天 金石棍就再次软了下来 去唱围谷的路上 听着四叔公的话 金石棍恨不能 给自己俩嘴巴 咋这么嘴贱呢 今天黄家明明 给了自己机会 让送两把豆腐过去 可偏偏自己就给拒绝了 还顺带把黄家儿子给骂了 刚才四叔公说 今晚马彦凤要宴请调查组组长 黄之中的一个远房侄子 这侄子能把老叔送进监狱去 揣着心事的金石棍 没等围谷唱完 便匆匆以身体不适为由 告辞离开了 哼 还唱起包青天来了 真把自己当个绝了 你再能 能有人家调查组组长呢 心中想着脚下的步子更快了 豆腐又送到了黄家小楼 似乎这几天一切都没发生过 哦 送豆腐的人变了 变成了金石棍老婆 然而是厚脸皮如金石棍 也需要点时间来转变心态 幸好 金石棍的脸皮够厚 经过一上午的心理调整 下午就提着鸡鸭鱼肉 前去黄家小楼陪不试 对于金石棍的到来 马延凤显得极为热情 这货是个墙头草 他看得很清楚 但墙头草并不影响 其本身的利用价值嘛 让金石棍更加受宠若惊的是 晚上马延凤竟然亲自 到他的豆腐坊拜访 甚至还提了两瓶好酒 要知道 这在桃园镇 还从来没发生过 没等镇静的金石棍两口回过神 马延凤又抛出了一个大新闻 他表示 鉴于金石棍做豆腐的好手艺 黄镇长决定授予金石棍 现起先进劳动者称号 并同时将铁锤的铁浆铺 无常借给他使用 除了这些 还有宅基地扩建和二胎指标 以及不允许王寡妇侄女 跨镇卖豆腐 当然 前提条件是黄镇长能回来 活了半辈子 金石棍当然知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几天的事 倒也让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期待墙头当观众 的确安全得紧 可不管谁赢 自己也只是观众 他有点想下场赌一把了 况且 马延凤开出的条件 实在太诱人了 于是 没有太多的思考 金石棍便答应了 马延凤的条件 为修建皇家小楼的资金来源 作伪证 简单来说 金石棍证明 修皇家小楼的钱 是自己借给马延凤的 几天后 调查组走了 没有查到任何黄镇长 贪污腐化的证据 最重要的就是 修小楼其中来历不明的 五千块钱找到来源了 金石棍借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发现皇家夫妻赢了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便聚拢在了 金石棍身边 早点稍稍冷躁 将来遇到个事 也能多个人帮忙 毕竟这是扭转了局面的 关键人物 今后也必将成为 皇家夫妻的新妇 周围的恭维 让金石棍膨胀了起来 这波 他去铁匠铺看起了房子 心里还琢磨着如何翻新 不出所料 金石棍被铁锤打了出来 打完了金石棍 铁锤又去了县城 他不相信金石棍 这种口口嗖嗖的货 能白送给皇家五千块钱 陶渊镇谁不知道 皇家夫妻属皮修的 什么时候借钱还过了 再说了 不告也不行了 要是黄石中回来 自己就成了造谣的了 这桃园镇怕是待不下去了 看着铁锤远去的背影 金石棍狠狠地嚷道 你给我等着 等黄镇长回来 我弄死你 黄镇长没等来 金石棍却再一次等来了调查组 不同的是 这次的调查组是铁锤实名举报 县纪委书记亲自带队 和调查组一起来的 还有铁锤从县里请来的戏曲团 前几天唱尾谷被金石棍破坏了性质 包公戏都没唱舒畅 这次请得专业的来 看谁还敢捣乱 炸包面准时地开眼了 只是台下仍是空无一人 村民们可不傻 局势还没有明朗 谁也不想现在去战队 假如金石棍硬扛下来了 那黄镇长回来之后 哪个的日子能好过了 不就是千八百块钱吗 风险太大了 不值当的 什么 你说我们应该把贪官搞下来 搞下来之后换你上去 你就不贪了 我们就不是小老百姓了 静在那撞外宾 梯间 有眼尖的村民发现 金石棍被叫到了调查组 几个小时都还没出来 经过判断 四叔公表示 双赢的时间到了 这明显是上面要拿黄世忠开刀了 于是群众的眼睛再次雪亮了起来 雪亮到戏台上唱包工的演员都十分不解 这咋一转眼 台下就作物虚习了呢 开放式的结局 我们就聊点开放式的话题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 群众们去看戏的途中不是遇到金石棍了吗 你还没交代金石棍到底招没招呢 如果你有这个疑问 那不妨想一下 阴差阳错下所有人都站队到了铁锤一边 也都把皇家这些年打的白条交了上去 金石棍能怎么办呢 扛下来吗 那把陶原镇的人得罪便了 老实交代 那自己的生意和生活就受到了影响 说不定还得落得个作为正的罪名 是你的话你怎么选 如果你是陶原镇开店铺的 皇家夫妻在你店里吃白食许多年 你会打头阵去举报皇镇长吗 是个难题对吧 那你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难题吗 我想 四叔公已经给了答案 真相不重要 重要的是上面的态度 皇镇长们的上台或下台 完全取决于县长们的态度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你没有法律意义上的选举和罢免权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你决定不了他的命运 那他就不会帮你改变命运 这就是事实 而不是谁可在州亦可负州 这句话只不过是群众们 阿Q式的自我安慰而已 你听过群众的眼睛 总能发现真相这句话吗 没听过吧 群众的血亮的眼睛 永远只盯着胜利者 他们习惯把胜利者塑造成完美无瑕的人 就好比桃圆镇的人喜欢看包工戏一样 因为这东西现实中没有 所以就会成为大家的梦想 包工就是大家梦想的结合体 同样的你有没有想过 包工也是人 在一次次地经历过桃圆镇这种事 一次次地见过桃圆镇这些人 他的心就不会冷吗 他每一次都能赢吗 毕竟要是输了 有着血亮的眼睛的群众 可就站到对立面了 或许我们从来都不缺包工 但永远都不会有包工出现 我们有的只是一个个或本心 或变心了的铁锤 就正如桃圆镇 不能没有黄镇长一样 因为这是桃圆镇人民的选择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